Hello,大家好,好久没有带大家在上海看展了 那今天我和老公要去参加一个重量级的展会 就是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这个大会是目前为止 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最新技术进展的重要展示平台 今年大会的举办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产兰馆 举办时间是4天,7月4号到7月7号 展览面积一共有5.2万平方米 大会现场更是有500多家重磅企业参与进来 像是特斯拉,亚马逊,谷歌,百度,阿里巴巴,还有BiniBini等等 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品牌了 这次大会主要分为4个主题 贵意论坛,展览展示,智能体验,以及评奖赛事 除了最后那个和普通观众没什么关系以外 那其余三个主题只要你到现场都能够亲自体验一番 那先说咱们进去以后看什么 我相信对于普通人来说 当然是想看看炫酷的AI机器人 还有展会上的这些机器人目前可以干些什么 有多智能,买一台机器人要多少钱之类的 所以我进去以后就是盯 诶,哪个展台有机器人就专门去哪里瞅瞅看 不过逛完一圈下来 感觉这些机器人更多的都是搬运东西 下下象棋,写写书法,跳跳舞之类的 总之就是一些看上去都很简单的动作 那唯一比较不同的就是叫玄武的这个机器人 他的手指可以接住你递给他的东西 不会掉,神态特别拟人化 一打眼就感觉跟其他机器人不一样 除此以外呢,就是薅羊毛了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官方特别大方啊 现场参与AI互动就免费派送纪念T-shirt一件 虽然每天限量100件 但只要它一开馆 早上9点就去小摊上领 还是能够领到的 这步我就领到了一件 看完展览展示 官方派送羊毛这两个环节 就到了第二个智能体验的阶段 可以体验的项目有很多 由于我晕AR就只说一下我参加过的两个免费体验 第一个是二楼H3馆入口的国潮游戏 玩家会扮演成哪吒或者孙悟空 头戴AR眼镜 左手握着感应手柄 右手来打怪通关 不得不夸赞一句 游戏像素很高清 正因为高清玩者不会很头晕 但大中午的阳光晒着 视觉呈现出来的效果实在是太差 而且展馆里也热得不行 试完了一盘就没完了 第二个就是AI智能动漫换联体验 扫码上传自己的美照 然后用AI的模板 它会自动生成专属于你自己的图片 我生成了四次 最后选择了最好看 也最自然的一幅照片 最后呢 在等待几分钟打印出来 就可以免费带走了 相纸的质感拿到手真的很不错 打印的也很高清 那以上就是普通观众更想了解的 而专业观众的话 他们最想看的应该就是各种大模型 比如百度的文星大模型 阿里巴巴通义 华为盘古 电信星辰 云之声山海 蚂蚁云以振教育 还有华为的最新芯片升腾等等 嗯 听不懂是吧 我也是 所以呢 我还是更喜欢看机器人和有趣的互动比较多 那最后一块主题啊 就是会议论坛 这里先说明一下 这次大会在世博展览馆就开放了三个展厅 H1馆 H2馆和H3馆 一楼的H1和H2属于各大品牌方展示自己看家本领的展台 而二楼的H3馆则是会议专区和一对一洽谈区 不是专业人士的话 在二楼没有什么好望的 那至于论坛上主题讲了些什么呢 嗯 我们没听 好了那大会整体啊 就介绍到这里 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 我们总共逛了两天 比较踩雷的就是开放日第一天 就整场取消的无人驾驶体验区 谁懂啊 顶着全国七月第一名高温的天气 大太阳38度啊 我们赶到户外体验区 结果被通知参与这次大会的人实在太多 车辆啊把四周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导致体验区的无人驾驶车 它根本没法开出去 自然也就体验不了了 然后开不了吧 官方它也没有通知 总之就是比较坑 也算一个小遗憾吧 那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呢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三连哦 满载而归的回家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